如果前任和现任碰面到底会发生怎样的事情 因为女友有了新欢 所以选择和阿强分手 阿强越想越气 正巧看到妹子掉落的口红 于是她好心帮忙捡起 随着时间发展 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好 妹子不仅给阿强送饭 甚至还贴心地为她 阿强觉得自己非常幸福 此时妹子突然表白 两人情投意合 很快就选择在一起 오빠 孙女 봐요 孙女? 제가 뭐라고 쓰는지 맞춰봐요 아 뭐야 뭐라고 쓸게요 좋아해 아니 어떻게 알았지? 正当两人准备下一步时 闻铃突然响起 原来是阿强的前任长 一进门就想拥抱阿强 可阿强是个有责任的男人 既然已经分手 就不会和前任有太多的联系 可奈何不了前任的脸皮后 一旁的现任实在听不下去 当着前任的面挽住阿强的手机 진짜 최악이다 오빠가 시비타잖아요 그만하고 나가주시죠 너 나 꺼져 그리고 오늘부터 수능이 내 꺼였어 于是两人便开始争強 如果你是阿强 又会如何選擇 더 커져